很多人家里可能会自行改建 但是不合法的话就变成了违建了 下面看的比较少见 平常我们在家里面说什么的 拆掉这个什么 我里面的什么梁柱 把它变成楼中楼 这个比较多 下面看到的呢 是盖了个楼梯 在外面这样斜斜的 是在围墙的外面 超过百公斤的不锈钢阶梯 那么现在新北市政府拆除大队 查了之后呢 确认这个就是违建 已经通知屋主自己赶快拆哦 不然下礼拜三的话 公权力就要介入了 也许屋主觉得说 是看了电影还是去过纽约 人家那个外墙不是有很多 那个斜斜一道一道的防火梯吗 人家那是盖的时候 都已经算计好了 把它盖上去的 不像你是整个房子好了之后 你们自己家里面再把它推出去 再围建了 只是呢 这个外推的围建楼梯盖了这么多年 怎么到现在才发现呢 一般民众在屋外都会加装这防盗窗 没想到这一栋呢 七楼的围张建筑外面 还外推一个天国阶梯 附近民众走到这 路过经过都要快速通过 你又不知道破百公斤的不锈钢梯 什么时候会因为地震摇动 或是承受不住掉下来 住户违法搭盖的楼梯 连同六楼到七楼 加盖违章建筑 不锈钢梯从外墙外推一米 长四米高三米 附近民众都称它天火阶梯 真的是危险一点 说真的 如果年久了以后 生锈或是什么 总是会比较危险一点 踢过去还是会担心它掉下来 社区保全组统 无法联系屋主查证 根据了解 社区已经有十多年了 而这个违建楼梯 也存在了好几年 外墙的部分 有外挂一只楼梯 那这个部分 已经构成违章建筑 因为它的结构安全 其实上是有堪力的 外挂式阶梯属于增加楼地板面积 当初并没有列在建筑执照许可范围 属于违建 拆除大队发含屋主限期拆除 超过期限 新闻市拆除大队将强硬 执行全力 记者王秋为邵杰阳小组 新闻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